我們今次看《以復所書》四章十一到十六節 這裏講到在教會裏面有五重職事的職份和重要性 和他們事實上事奉應該是怎樣的 在四十一節裏講 那次有試圖先知、傳呼音的牧師和教師 說要承傳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這裏很清楚告訴我們 牧師、教師、傳呼音、仕徒、先知 它的作用不只是在他本身身上 它的作用是建立人 叫人能夠盡他們的責任 這就是聖經告訴我們的作用 我們首先看看這五樣的職份 有些比較容易明白一點 我們先講仕徒 先知通常領受到神的信息 聖經說其實這個世界上應該有很多仕知 仕知的意思未必是好像有些人所說的 他是仕知 能夠說出一些將來的東西 未必是去到那個層次的 因為在《善良傳》第二章 神說在末下的日子 我要將我靈僑貫煩有血氣 你的兒女要說如言 善良人見異象 努力人作異夢 這裏告訴我們 神的心是全世界的基督徒 都全部被聖靈僑貫 即是充滿了 因為他那個情境發生 聖靈降臨 聖靈充滿 神說我要將我靈僑貫 你的兒女說如言 即是講出神的說話 並且講出將來會發生的事 也講出在這個時代 神要做甚麼工作 你們的少年人見異象 努力人作異夢 即是說 原來所有基督徒都可以領受這個恩賜 但有些人說 我沒有這個恩賜 我不是這個恩賜 你可以稍後再祈禱 你給我跟祈禱一天做事 我剛剛開始跟你講 我一陣會回來 即是每個人都可以領受的 當我越安靜 越是寧靜 在神面前寧靜 越是依靠神 我就越領受信息更多 即是我自己發覺 我現在領受信息跟以前是多很多 因為以前我又不知道這是領受信息 我又沒有留意到 但我現在是很留意到神提醒我 即是很多時候 在我剛睡醒 半夜三更 或者醒 或者快睡著 或者有時祈禱 有時走路 忽然間 有一個意念彈出來 而這個意念合乎聖經 又是有幫助的 例如《輕鬆得性》裡面 現在快要出書面 書面就是這裡 裡面有很多教導 即是有些人聽 他說我從來沒有聽過 他說我從來沒有聽過可以這樣處理情緒 別人罵我可以這樣處理 不用介意 如何處理內心的罪 例如很多人都說 很難處理罪 不知道怎麼辦 被人罵怎麼辦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但神就給我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都是神次的 是神跟我講說話 很多時候在有些情況下 忽然間彈一驗出來 可以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 這個都是神給我的 但有些人是有特別先知的職份 他是真的會收到一些清楚的指示 而先知的職份 最主要是甚麼呢 是帶領人 或者是教會 或者是一個群體 向著神的方向 這是先知最重要的目的 不過在這個時代 太多人追求先知 就不是為了這個目的 太多人找先知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誰有先知來的 快點去找他祈禱吧 看看他有甚麼說 他希望有甚麼說 今年你又會有神經濟的祝福 今年你又會結婚 你又會遇到你的 將來所遇到的配偶 神很喜悅你 神很喜悅你做的事 很多先知就是講這些說話 我不否定他講的說話 不過這些不是神最重要的 需要向他講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做得對的時候 神是甚麼時候都賺 神已經說了一杯涼水 給個小節都賺 那你真心為何不賺呢 神就賺吧 聖經說先求神的國 和他如的一切交給我們 所以神一定供應 神說了會做的事 我不需要一個先知告訴我 但先知有甚麼作用呢 我自己試過真的去到聚會 那個負責人 一個聚會 我不記得有多少人 總之都是一大群人的 他就叫我出來你出來 跟著他跟我說甚麼 他說你將來你會去列國 祝福列國 當時我完全實惑摸一撇 當時來說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到今天 已經有二十年 我有去宣教 神是開路 但當時立刻給他這個議帳 另外有一次我去到聚會 有一個人是三不識七的 我跟一個傳導人聊天 他又認識那個傳導人 他跟他聊兩句 跟著他跟我說 他說我結束了聚會 可不可以和你祈禱 他說可以 他一向我祈禱 他說甚麼 你現在面對著一個很大的困難 現在有些人在攻擊你 你一定要有很多禱告 托住 那時候我真是一個受攻擊的狀況 另外一次就是 劉竹村牧師 我去到他的聚會 有幾百人在這裏 跟著每個人來到 真的一分鐘都不用說 他就跟我說 有些人一群一群攻擊你 你一定要站穩 因為當時我經歷聖靈 有不同的人不接受 就在那個時間 這兩個先知和我說話 先知的作用就是 可以在一些人需要的情況去鼓勵他 並且帶領他方向 將來神會怎樣使用你 帶領他方向 譬如說有些人 他的心都很想去哪裏 侍奉哪裏宣教 又有個先知 去提一提他 他就會說 這件事都是神告訴我 尤其有些情況 那個先知完全不認識他 會將他的情況說出來 他更加會覺得是神跟他說的 這個是先知的目的就是 帶領人走向神的計劃 不僅是個人的確認識 個人確認識沒有問題 不過那些不用經常找先知 有些人排了長龍 是甚麼呢 我好不開心 我需要人安慰 那些你應該找個教師或牧師 為甚麼呢 或者找個人關心你 聆聽你 幫你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神是愛你的 神一定會幫助你的 很多人就會濫用先知 很多人找先知 都是一些個人的不開心 個人想找些肯定 那些其實聖經都說了 你都聽了神的話 神呼你到不得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在神裡面 有先知的位分 不過我又想說 的而且有假先知 那你就死了 那怎樣分辨呢 我試過有一個機構 那個機構 就有人說 他們的先知 每年都有他的信息 先知信息 他說我傳給你 我說不需要 因為神真的跟我說話 我不想 因為我聽過那個機構 有些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他依然傳給我 傳給我 傳給我 他說什麼 那個先知 那個說話 就是他整段事 電誘 他說 今年神要大大祝福你的經濟 我一看 我已經覺得有問題 整個教會 怎麼會個個都祝福經濟呢 聽華的聖經說 先求神的獲投願意 這些神是祝福的經濟 神沒有說 個個整個教會 他們全部個個都會經濟封城 這是一種討好人的方法 有些先知 變成了什麼呢 討好人 做了一些不是聖經所吩咐的事 所以我們要分辨 還有很多人說 一些先知的語言 我來說一定會分辨 我不會當正他一定是先知的 我一定要分辨的 我也聽過很多人說 先知說什麼發生 但結果又沒有發生 有些人說 因為那些人沒有跟從 所以沒有應驗 我自己就覺得 神是會帶領他的子民 是應該有先知的 不過問題 太多人是為了錢和聚會 很多人是想做一個大聚會 很多人都認同先知 然後很多人奉獻 成為一種這樣的目的 這個我就覺得 是偏離了神想的心意 這個就是 我本身很認同有先知的 不過我覺得 我們要分辨 不要聽到有先知 快點去 就是不用一定是 就是 不用一定是 有先知我們馬上去的 好了 我們繼續講下去 我講多了關於先知那裡 傳呼音的 我們很清楚 傳呼音就是去宣講神的話語 去大人信耶穌 牧師就是牧養 教師就是教導神的真理 雖然有時候 一個人可以身兼幾個職份 好了 仕途 通常有很多教會 就認為是初期教會的仕途 十二仕途 加上保羅 在這個仕途 也有很多人說他是仕途 到底仕途是否存在呢 我自己就是這樣看法的 從這個經文 我們不能夠考結論 到底仕途是否只是初期教會 只是現在 是下不了結論 現在有些人說是仕途 他通常為何說是仕途呢 他有帶領一個侍逢的方向 帶領一群人 一群人 一群的教會 一個群體向著方向去 他就說自己是仕途 這裏有一種 即是帶領一個特別的方向 另外有些人 就像他創新做了一些新的事工 他就稱呼他為仕途 有些人就很喜歡這種稱呼 他就會找人去confirm他 你是仕途 他一介紹就說 我是Apastle 慢慢地跟人說話 我自己來說 我就覺得 如果神吩咐他做 他一定做到 他不需要用仕途這個職份 不過如果他説是仕途之份 我也不會否定他 即是我不會否定他 不過我又不會說我是仕途 那你說我是不是仕途呢 我又將一些教導傳給很多地方 也有神給我一些新的教導 那是不是屬於一個仕途呢 或者是或者不是 不過都不要緊 有所謂是不是仕途 或者這種仕途 即是說真的有呼召 有一個方向去推動 帶動一些人去更新改變 去復興 這樣就叫仕途 但聖經沒有這樣定義 所以我只是作為參考 能夠做到這件事是好的 但我又不覺得 一定要有這個 這個這樣的身份 所以我的看法呢 或者有或者沒有 那別人說他是仕途 OK 我稱呼他做仕途 沒什麼問題的 但我又不會覺得 這個仕途 我要跟他 我才有神的方向 因為神會帶領我們 所以我不會依賴一個人 但我也都會覺得 在適當的時候 我會和人合作 即是看這個情況 這是我的個人看法 因為聖經沒有清楚 定義到仕途是什麼 聖經又說清楚 初期教會那些是仕途 之後是否有仕途 聖經沒有說 我們不知道 譬如馬丁路德是否仕途 可以是 他帶動很大的更新 有很多人帶動更新 是否仕途 可能是 但是否都無所謂 因為他有沒有叫仕途 都不緊要 不影響他的 好 接著十二節 他的目的是什麼 為了承傳 承傳的意思 一個字就是 令到他完整 complete 就是裝備和訓練的意思 將他訓練 提升 原來他們的職份 不只是為了他本身 是為了他承傳 建立信徒 這個是我的呼召 在我參加經歷聖靈之後 我很感謝神 因為我經歷聖靈 真的有很大的生命提升 我參加很多聖靈聚會 不過我都很失望 很多地方很失望 為什麼呢 他只是印高 現在有些講道真的很兇煩 我不是說個個都是 有些是有些不是 是很兇煩 好像那篇道 是有一篇道說出來 不過是否真的提升人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 而且有一件事 他沒有去幫那些人 你之後怎樣提升 他只是說 你來找我 我和你祈禱 那你就會提升 那我就覺得 是的而且確有提升 不過這個不是最大的提升 最大的提升 是真的教到那些人 你怎樣去行 而他們很多就注目 在他們本身身上 但我的確是有很多人神用 真的有很多人神用 不過很多人的方向 不是教得很正 去興起人 訓練人 但有人是在做這些事 的確是有人在做這些事 不過不是很多聚會都在做 就是說有很多宣傳聚會 他未必是在做這些事 反而有些行常的機構 有些訓練人的聚會 那些真的在做這些事 譬如我講出來的 希福 他真的是訓練人 不斷訓練人 都有其他的 他真的一直訓練人 但有很多 帶領聚會 即是他 他會去那裡又開過聚會 那裡又開過聚會 他是一個聚會 但他未必是有目的 是興起人的 而我覺得在末後的日子 其實我們 很多人都說 世界會快到 而我看到這個世界的亂 程度 我覺得是快的 快的時候 基督徒需要什麼呢 需要更多 真的站得穩 可以幫人 自己站得穩 並幫人的基督徒 才能夠靈命更新 如果不是 只是自己 好像很沒力量 整天都有人幫 如果一班都是這樣的基督徒 根本沒有什麼影響力 所以我們能夠裝備人 但很多人都說 我不能裝備人 我想說 你只要稍微鼓勵到他 稍微提升他 我們這裡學到的茶經 你回去用 他懂得用 他就懂得茶經 你自己查到 你可以教人茶經 這樣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裝備他 或者你為人祈禱 你又教人怎樣為人祈禱 你可以跟我學習 我便可以提升你 如何能夠建立信徒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建立基督徒 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建立一個基督徒 一個基督徒強 他可以帶很多人信耶穌 我傳呼吸 傳呼吸都是重要的 我傳呼吸帶一個人信耶穌 但那個人未必影響很多人 但興起一個基督徒 他是影響很多人的 但我不是代表 訓練人比傳呼吸 兩個人都重要的 而我訓練人 其中一部份是傳呼吸 即是原來訓練那種重要性 太多人信耶穌 但他的作用不大 因為他沒有訓練 好了 然後他怎樣 各盡其職 即每一個人盡其職 而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不是為了誇耀他自己 不是為了有什麼特別 而是為了建立基督的身體 即是完全想建立基督的身體 但很多人就是為了什麼目的呢 有些為了炎耀自己 有些分檔 有些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享受 有不同的原因 譬如經歷聖靈很多人享受 我也享受 不過我不會停留在享受 我一定是去祝福人的 我只是為這個姐妹祈禱 我也看到她的經歷聖靈 其實我經常都見到的 很多人都經歷到神的臨在 我們個個都可以學到這個 其實我們這段時間訓練查經 我希望下一部份 又訓練大家可以為人祈禱 幫人的靈命 讓我們可以給神使用 好了 十三節 等到 即是等到 等到什麼發生呢 將來有什麼發生呢 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 這裡講到 認識神的兒子 的確很多教會都是 不過聖經也有講到 下面有講到 長大成人 一路成熟 滿有基督掌成的身量 基督掌成的身量是什麼呢 就是有耶穌整個生命的質素 祂的智慧 祂的愛心 祂的耐性 祂的幫助人的能力 祂的神的同在 這些全部都是 耶穌基督掌成的身量 所以這裡講到 合一 不是只認識耶穌基督 而是 個個人都成長 即是說 教會 宗教會應該幫人 是個個都成長 個個都活出 基督掌成的身量 滿有基督掌成的身量 好了 我們回到這個 同歸於一 這個可以說 我是見到 真的教會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尤其是 很多的中派 我絕對不反對中派 中派有它的好處 中派的好處是什麼呢 是會圍繞這個中派裡面的信仰 讓他們不會走仰 不過因為有些中派 因為他們覺得 我是信這件 你又不信這件 你的體格和我不同 所以就有個排斥主義了 即是你是一個中派 我不會跟你合作 我不會找你的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這就不是聖經所說的合一 我們看到有些國家 他們真的不同的中派 他們放下這個中派的觀念 一起合作的時候 那個果效是很不同的 如果香港的教會合一 真的很不同 其實我們看到第一個分裂 就是其中一個就是聖靈 聖靈工作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在聖靈工作上 有很多人介紹聖靈工作 不是教的那麼好 初期的時候 有很多說話 就說 你要說謊言 你不說謊言 你又落地獄 嚴重到 你不說謊言 你不得救 或者你靈命很有問題 這樣 其實這些說話是沒有益處的 他講一些沒有益處的說話 而神給我感動是甚麼呢 經歷聖靈是甚麼呢 跟神有密切關係 隨時經歷神的平安、喜樂和愛 這個是所有教會都認同的 然後 服侍的時候 能夠幫到人的靈命 他們都會認同 不過他們可能不認同 就是按手祈禱 但是聖靈又說按手祈禱 人可以經歷神的能力、神的醫治 那我是很想將這件事 是溫和地去傳開 那這個求神為我開路 其實我又不是唯一的目的 是希望宗教會合一的時候 更多的力量 那這個是其中的分裂 那另外的分裂就是神學上 就是有嘉義文主義 有Arminian的神學 有路德宗的神學 這三大宗的神學 而且在每一個方向裡面 也有很多的分裂 所以有時候有些宗派就說 如果你入我這個宗派 你要再受洗 那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不是聖經所說的分別 變成造成一些分裂 那我就求主幫助 就是其實 譬如我和很多人溝通的時候 我都不說一些 我認為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如果說那些分別有很多 都不說那些了 盡量說我們相同的地方 讓我們可以合一 看這個經文看得很清楚 就是神的心是想我們合一的 而在整個基督掌成的新量 不只是一件事 不只是認識耶穌 認識耶穌 很多教會都在這方面合一 不過只是認識 就不是在每一方面都合一 十四支了 我們不要做小孩子 眾類人的鬼計和欺騙的法術 一切的異價之風 遙動飄來飄去 一會兒我們再看查經的分析 不過這裏我就說到這個 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在這個時代真是多得不得了 大家很小心上網 譬如全能神教會 你知道它有幾多個名字嗎 幾多個什麼網 有些是基督徒查經網 你不要叫查經網 基督徒查經網 它的名字不是基督徒查經網 不知什麼 總之它的名字是整得很像基督教的 但是當你一按下去的時候 你看到它講的內容 你就知道那些是異端 也有些奇形怪狀 就說 非常奇怪 其中有講到什麼呢 就是講到 有些講到寶羅講的東西 就是有些講到寶羅講的東西 就不是 就是 偏激了 他要跟回耶穌 只是跟耶穌 不跟寶羅的 另外有些就是 就是說寶羅是 最少的仕徒 寶羅自己說他是最少的仕徒 但是其實寶羅所講的是非常重要 但是他們就會說 寶羅真是最少的仕徒 他的教導是有問題的 就是 很多人跟他 那麼就 先 有一個叫什麼呢 有些就叫做 聖經被人修改 他說魔鬼經常修改 所以現在聖經不可靠 他就說很多經文改了 那些人跟我說 我說我一向看聖經都是這樣 他們就少看聖經 他就覺得 他講說聖經改了 譬如一個例子 他們說 那個叫什麼 我忽然間不記得 他講社會上很多現象都改變的 什麼 曼德拉效應 曼德拉效應 是的 他講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另外有些有地球瓶那些講說 實在是 但是這些 那個地球瓶不是應該聖信仰的 不過總之很多人奇形怪狀的教導實在有很多 另外一個很常見在基督教裡面有的就是 這個是什麼呢 例如說見證人 魔門教這些 另一個就是 恩典福音 正講恩典 不講基督徒做什麼 不講神的審判 或者他的追討罪 那些不講的 好了 接著我們看下去 我們不要做小孩子 我們要分別 有些基督徒他對聖經不熟悉 所以 當人說一些異教的時候 他分別不到 譬如 那時候 有一個人 他的媽媽跟了全能神教會 我們跟他講耶穌 告訴我們 耶穌出現 基督出現 在天上出現的 這句怎麼回答我 你經常講聖經 你經常講聖經 我們講神 全能神教會是這樣的 我們講神 你不是跟聖經 是跟神 他的神就是他們的方式 所以這些奇怪的 我們要小心 知道分別 好了 第十五節 這裡講到 如何保持合一和成長 就是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件事是很多人來說很困難的 即是說 不是猛狀說誠實話 不是傷害人說誠實話 而是有愛心的 是耐性的 是說話的時候 要分開 有些人說 你好像拆人鞋一樣 我不是拆他的鞋 我是不想冒犯他 因為耶穌有說到 你不要跟惡人作對 我不用跟他鬥過 我不是跟他鬥過 我才是正義的 他講錯話 我不用介意的 耶穌不是每個人罵他 他馬上全部在那裡 但是我們可以有適當的解釋 即是說我們不需要受人的影響 一定要跟他硬碰硬的 我們可以柔和地跟他相處 用愛心說誠實話 凡事長進 即是每一件事我們都成長 連於元首基督 即是說原來長進 就是跟耶穌有關 在教會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分裂主義 我們這班人很享受 我們自己組成一群 細胞小組教會有這個危機 細胞小組是很好的 但有很多細胞小組的組長 當他那群人很強的時候 他就開始說 我要跟教會分裂 我自己成了一個教會 我們整班很開心 我們做到我們的事 我們就跟教會分裂 就是好像 那個目的就是 到他得的時候 他就會跟他分開 就不是跟他一起合一 來更加有力量 神是想我們連於元首 跟耶穌聯合 亦都跟神的教會聯合 不是說 我跟你不同 我就要跟你分裂 為何那麼多 宗派那麼多問題 就是因為人的分裂 然後呢 跟著聯合是怎樣聯合 全身靠他聯絡得合適 這個就好像 這就說到百折各案各跡 就好像一個運動員 這個運動員 運動得好 不只是很大的肌肉 他是每一個關節聯合得很好 譬如那些球員 我們打網球 我就知道 他要打得很漂亮的網球 他一定要由腳到手 全個人都是要配合的 譬如有一個人說到打球是怎樣 他是用腳的 是用腳推去打拼球 是用腳推去的 就不是手推去的 手推去就很容易受傷害的 網球更加厲害 因為網球一定要拉後 拉到右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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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完 身一定要轉的 那就要百折每一個關節各案各跡 來配合 而神的家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寶貴 我希望我們能夠配合一齊 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 以及建立人的靈活 這就是神的心意 照著各體的功用 每一個部份就照著他的功用 神呼召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呼召 有些人是強教導 有些人是關心人 有些人是輕省的心 喜樂的心 有些人是強音樂敬拜 每一個人不同的 我們每一個人按照他的功用 而這個 這一個的恩賜是誰給的呢 就是神給的 每一個人有你的獨特的恩賜 那你怎麼知道呢 就是根據你本身的自然傾向 你一路侍奉神 你發覺你有一個自然最想做的事情 就不是出於自我 有些人出於自我 他就想做大聚會 我想有很多人聽我說的 他就是一種驕傲的 而是他本身 可能這個人 他最傾向就是去宣講神的話語 但是他做錯了 就走去 只是我要大聚會 我們要分清 即是他的恩賜在哪方面 他就可以發揮 那就叫身體漸漸增長 愛中建立自己 即是說這個教會增長 在愛之中 就不只是 不在驕傲和比較 我現在看看這個 我們所寫的地方 紅、藍、綠 三種顏色 希望大家都可以買 這三種顏色的筆 來到抹 綠色是什麼呢 就是基督徒應該做的 紅色就是補血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就是紅色 藍色就是相反 就是罪、懲罰 那些就是藍色的 他所賜 為何是紅色呢 是神秘 神秘 神秘的就是什麼呢 這幾個都是人的 人造的 就是仕徒、先知、傳呼音、牧師、教師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箭嘴 為要成全 就是完成他們 裝備他們 訓練他們 目的是成全聖徒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向著這個方向去 就是每一個基督徒被成全 而成全的時候 各盡其職 大家有沒有盡你的職份呢 那你未盡你的職份 你就學習了 怎樣可以盡你的職份 為什麼要這麼多人 卡住呢 因為他很多地方 沒有被神去改變 也沒有訓練 沒有更新 各盡其職 然後目的呢 最後不僅是建立本人 是建立基督的身體 為了建立基督的身體 最後等到我們怎樣呢 眾人在真道上 後面就是一二三 前面就是五同職份 下面就是目的 目的是什麼呢 成全聖徒的目的是什麼 在希臘文更加清楚 因為希臘文呢 後面會用participle 就是英文有一個ing的字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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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全聖徒是主要的 成全聖徒做什麼呢 在下面那裡 這幾個 各盡其職 各基徒各盡其職 跟著呢 建立基督的身體 他們就會盡的職份 建立基督的身體 然後呢 在真道上 同歸於一 叫我們大家合一 又認識神的兒子 這個認識不是只有知道 而是更加成長了 然後長大成人 整個人長大成長 這個就不是指身材 是指主裡面的成熟 滿有基督長成的新娘 是有耶穌的所有特質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那這裡呢 就用藍色 那小孩子有什麼特色呢 他們就會中了人的詭計 這個藍色就是相反 就是罪不好的東西 中了人的詭計 以及欺騙的法術 以及一切的異教 之風影響飄來飄去 隨從各人的異端 所以這裡講了四樣的 四樣的不好的東西 就是詭計 法術 異教 以及異端 異端呢 就是一個 譬如基督教裡面 有不同的錯誤 就是從基督教拿出來的 譬如基督教有的異端就是 魔門教也說是見證人 它是將聖經用 聖經大學改變了它 異教就簡直是不同的宗教 邪教 邪教也是異教的一種 異教不是每個人都邪教 邪教通常指它是很邪惡 惡毒會害人 或者接觸邪靈很嚴重 好了 接著就講到我們應該做什麼 用愛心說成實話 第一 用愛心說成實話 就是我們每個人聯合 原來很重要 就是我們大家都不要驕傲 大家都柔和謙卑 用愛心來講成實話 但有些人說太難 太多人不好 很難跟他們講愛心說話 其實愛心說話 是唯一管回人的方法 就是當人受傷害、憤怒 你越跟他罵過 反而沒用 反而你柔和地跟他聊天 可以帶領他 然後凡事掌盡 即是無論待人之物 無論是處理生命 無論是侍奉 所有都成長 連於元首基督 一定是跟耶穌聯合的 這個元首的意思就是 我們是我們的頭、主宰、主人 跟他 他是我們的頭 是我們的主宰、主人 我們跟他聯合 不是去分裂 不是說我要跟教會分裂 我要跟這幫人分裂 全身靠他聯絡得合適 全身是有耶穌基督在聯合 以至能夠聯絡得最好的方式 因為神設計了 神會將我們編排好的方式 而每一個關節都有他的積分 你有你的積分 你有沒有找到你的積分 你未找到 我們可以幫助你 你越親近神和開始侍奉 你就開始找到你的積分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積分 按照國體的功用 你都有每一個人的功用 大家去找 你有什麼功用呢 有些人說我沒有用的 你試一下做一下 你會發覺神會給你的 神一定有給你 已經給了你的 你的傾向神一定會給你的 但有些人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他太多東西拆毀了 他跟人關係不好 他容易發脾氣 他容易跟別人鬧 他容易辭職 他有的東西全部拆毀了 失去了神本來給他的 我希望大家重建 你的生命在哪裡拆毀 重建 讓你有神給你的自然的傾向 其實我們看到 每個人都有一種自然的傾向 然後叫身體 照著國體的功用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身體自然增長在外中 建立 不只是用能力 而是愛心也不是在競爭之中 我們希望大家由聖經去分別 看到原來 教會 所有事奉人員的目的 是建立基督徒 而基督徒是每個人發揮他的作用 與基督聯合 一起發揮作用 就會做到神上我們做的事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能夠在這方面 方向去 接著這裡就講到 在這裡看到神的屬性 我們一起讀 神預備五重職事 神交學人去建立教會 神是合一的神 神叫人成熟長大 神是元首聯合帶領人 這裡看看 神預備五重職事 神本身也有五重職事 五重職事 祂全部做完 祂就將這個職份給人 神交學給我們建立教會 神不只是自己做 祂交學給我們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神是合一的神 神叫人成熟長大 祂想個個都成長 不過很多人就不成長 因為有時候 祂自己過錯 有時候祂的泥土不是好的 有時候也都是 不懂得教導 不懂得將它提升的時候 變成那些人就沒有去提升 接著呢 最重要的是 神是元首 我們千萬不要自己做元首 我們也都不要分裂 然後呢 神賜給人職份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職份 和不同的功用 每一個人有他的強處 神叫人彼此相助 就不是自己有自己做 百折各案的職 是互相幫助的 而在愛中 神是愛 就叫人在愛中成長 那麼我們看到呢 神 在這裡呢 我們看到一些不同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恩賜能力的方面 神是沒有恩賜 祂按照祂的智慧給人 第二呢 神的行政是很厲害的 譬如這裡有些行政 就是這些關節 每一個關節配合 全身所有的神的兒女配合 就能夠發揮祂的作用 那麼這個是一個神的行政 在這個教會裡面 祂有祂的行政 那麼那個行政 就不是開會的行政 而是神會達到祂目的的時候 祂會運用不同的人一起配合 這些人一起配合的時候 能夠做到神的工作 而這些所有配合都是愛中的 目的是建立整個教會 是跟神聯合的 所以看到這個圖畫是很漂亮的 那麼我希望我們都有這個心 儘量將基督徒聯合 見到第二個宗派的人 不要講我們的分別 講多一些我們的相同 欣賞祂、鼓勵祂 建立祂 就不是拆毀祂 那麼的時候呢 也都幫助祂們更加被發揮 那麼的時候我們就是建立著 就是用神的方法去做侍奉 就是這次告訴我們 教會應該是怎樣的 是怎樣做侍奉 侍奉的目的是什麼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聽個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賜給我們有教會 你也賜給我們耶穌基督的救恩 和耶穌是我們的元首 你也賜給我們聖靈 去在我們生命中運作 帶領我們有神的恩賜 有神的能力 求主幫助我們 信服神的帶領 信服讓耶穌做元首 由愛心說成實話 彼此欣賞彼此建立 百折各案各職 來在愛中建立教會 求主幫助我們 走在祢的道上 多謝天父 百分之十三 百分之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